下面呢我们来进行一次这个快照的实战 这个时候呢首先呢我创建一个 我的虚拟机的实力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虚拟机的实力 一个就可以了 要有公网IP 权限 好我刷一个脚本啊 这个脚本能够直接把我的那个 一个环境做好 一个flask的web服务器的环境做好 一会便于做快照的时候呢 大家看起来比较舒服一些比较好看一些 标签我做一个 好这一会儿起来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 flask的环境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环境 等他先起来 然后呢起来之后呢 我觉得一切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打个快照 然后呢我再修改一些我再打个快照 然后呢我就可以在两个快照之间进行切换 让他感受一下这个快的效果 当然呢 应该说其实 AWS的快照操作相当的麻烦 如果不用什么自动化的就用这个手工来做的话确实挺麻烦的 大家稍等会儿我这个 脚本需要运行一段时间 他才起得来 这个时候我们 起个名字 你看啊 标签 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这个稍微有点慢 我这脚本把这个 用入的登录的 用密码登录的 直接做成了用 密码登录 这是我把我的项目给的到这个 AWS这个目录下面了 这基本上差不多了 这个服务器就算是起来了 OK这个服务器 就算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打个快照 打快照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注意啊 你这个时候最好拿上你的小本本把你的操作的一些重要的信息给 记录一下 因为他都是ID啊所以说确实很麻烦 第一个呢你把你的实力ID记一下就是一会儿要基于他 来做快照 OK然后呢紧接着 开始拍快照 这是上次做的快照 新建一个快照 新建一个快照 你对这个实力你看小本本应该是 4个4 好然后呢起一个名字吧 描述啊 slap shutter 1 好 好就是这个券好 下面那里要记一样东西就是 他原始的这个券的ID 最原始的券这个ID 好原始的这个券的ID 这个没问题然后你开始创建一个快照 好然后紧接着呢 记录快照ID 我觉得也记录一下就原始的就是最 就什么也没改的就是这个情况 这个快照 好这个要稍等会儿 等他拍完 拍完之后呢 我们再对数据金修改 然后再拍一个快照 好啊然后呢我们在快照之间进行 进行切换 这个操作确实有点烦人 这个ID那个 你一定要把他都给记下来 稍等会儿 紧接着呢下面呢 如果拍完了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SH有时候真的很卡 国际的确实有时候会卡 一阵一阵一阵的 好这个快照算拍完 啊该记的我都记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到AWS 啊这个SSH真的有时候很卡 一阵一阵的 我改一下 我改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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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叫做S2吧 改了开始就算S1啊 S2 改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OK 被改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拍一个快照叫快照2 把这个起个名字叫做 开始是1嘛 OK 然后呢 再拍一个快照 再拍一个快照 还是这个实例 啊还是这个券 没问题 再拍第2个快照 第2个快照的ID 原来的券 原来的券创建了两个快照拍了两个快照啊这是原始的这是S2的 好 下面呢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呢相当于是两个快照这是一个快照是吧 那这又是一个快照 那现在不是这样的吗 我要把它恢复回去 我要恢复 开始的一个快照 我要恢复到这个快照 怎么玩呢 首先先把它等它做完啊 近身ID 这个券ID 这个券ID两次快照 这我应该都拍完了 恢复的 恢复的时候要关机 它这个是要关机的 稍等会儿 好这个我名字也稍微 讲究点 起个名字叫快照2 好了差不多了下面呢我们要准备恢复快照 恢复快照呢就稍微比较麻烦一些首先呢你要把这个 给关机 把它给关机 关机 好 关机 先把它关机 就按照把这个ID 试试试这个实力嘛 把这个关了机 关了机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要把它以前那个硬盘给卸下来 卸下来 稍等会儿 让它 停止下来 好这个已经停了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它现在我们唯一的硬盘 这个硬盘呢你需要 注意一下首先 它的无浪ID是不是 币币没问题 这就是 那个卷 就是以前那个硬盘 下面呢你还要几个东西就是它的attachment 信息 又来的小本本 再几个东西 这个路径 Linux的加载的路径 好这又记住了 下面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盘给 卸下来 好盘卸下来了 然后呢你通过你的快照你要看恢复哪个了 我们要 恢复到快照一 那通过这个呢创建一个新的盘新的卷 这个没有什么啊当然那个这个重要一样的啊 添加 好这是新的卷 这应该有这应该是原始的 新的卷就是它 好这个时候呢你再看一下这个卷 卷里面 应该就会多一个新的卷 六七亿 六七亿 六七亿就是它 好然后呢你现在把这个硬盘呢再给它 插上去 插到哪个实力呢 插到这个是 三个是这个实力 哪个路径 路径路径路径 这个路径 你相当于有个 相当于把那个原来的硬盘卸下来 然后通过快照呢产生那个新的硬盘 然后再把硬盘插上去 麻烦吗 然后呢你再把它开机 开完机之后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快照就算是被恢复了 恢复到这个原始的了 你就相当于恢复到这个原始的了 应该就没有这个 一会起来的话应该就没有这个S2了 稍等会 它这个很麻烦 我再给解释一下 先得创建快照 创建快照之后呢 然后呢关机 然后把原来的硬盘卸下来 然后通过快照呢 产生一块硬盘 然后把硬盘插进去 OK 再说一遍 那么 先产生快照 啊快照 现在有 然后机器关机 把硬盘卸下来 通过快照 产生新的券 新的硬盘 再把硬盘插回去 按照原始的路径插回去 开机 这么来恢复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试试看 哦这可能起来还换了地址 OK你看这已经恢复回去了 OK这快照 没有问题吧 已经恢复了吧 下面我们又来 我们要把它恢复到这个 刚才的S2 看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又是你还是需要把它给关机因为卸硬盘啊这个可是 把它给关机 然后呢这应该是刚才我插进去的卷 这个卷 现在是插进去的 OK他正在使用吗你看他正在被使用吗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关了机之后 你再把它给 卸下来 好然后呢用刚才的S2 来做一个新的卷 好这又是他的新的卷ID 好这就是一块新的硬盘的硬盘已经被拔下来了 你看这新的卷 191c191c 这应该就是新的卷 OK现在都应该没有关联上去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把它给 插上去 找到实力 找到 入境 插上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再把它开机 你再把它开机 开完机之后 就又恢复到S2了 比较麻烦啊再说一遍 先得把快照拍了 拍完之后呢 你要恢复的话 把现在的硬盘卸下来 OK 现在的硬盘卸下来 然后通过快照 产生一个新的卷 的硬盘 然后呢按照原路径给他 补上去 开机 好吧 快照 然后呢卸硬盘 关机卸硬盘 快照产生新的硬盘 插回去 开机好吧 OK 确实有点烦人了是吧 当然IPD是可以固定的啊这个我没有去 做这个操作 好你看S2出来了吧 这就是他的快照是不是有点烦人呢 确实有点烦人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 这个快照的生命周期的管理啊这个我觉得还可以这个东西做的还不错 首先 什么意思啊他两个作用 但他只是他只能基于标签来做就是 首先我做了一个这名字没有什么用 我基于实力来做快照 基于什么实力呢 只能基于有特定标签的实力所以说你看我开始把实力给 都做了标签的就是有这种标签的实力 来 做他的快照的生命周期管理 所以一定要开始要做做标签 你刚才说开始我在创建的EC2的时候把标签做了的 这个生命周期的策略然后基于实力来做 这个 快照然后呢有这个标签的实力 好然后呢 每24小时 的UTC时间的 9点钟 那 都要做快照 OK 然后呢 我们的快照的 生存周期是多少呢 当然是可以可以多少次 也可以是多少天 那么就是30天 在这边 上面那个 9点 和每24小时是在做快照的 就是 就是每天早29点 那这个 每24小时 我都会创建快照创建快照创建快照 当然 我也会去去看 有没有老过30天的这个快照 如果有老老过30天的快照 干掉 老过30天的快照就干掉 就在作用 每天 每天24小时 9点那我都会去做快照 然后呢我每天那个那个时间也会去看 有没有老过30天的快照 如果有的话我把它干掉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你可以给一个 权限 你可以给一个 有这个能力的权限 好然后你会发现他说 他都会持续持续的去 做 这个有这个标签的 然后的快照持续的做每24小时 然后9点钟 然后呢快照如果说老过 30天那就会被干掉 激活这个策略 OK这就是快照的生命周期管理 这个还不错 我觉得vnwell 我也实现了这些功能 但是 3快照的话我还用了拍上脚本来做的 这个他天生就可以做 基本上就这些吧 这就是快照 然后呢 这就是 硬盘 券 然后呢 这就是生命周期管理 那么他这个确实比较复杂 所以说每次呢你都记 一定要把进程id记住 原始的券的id记住 快照id记住 然后呢加载的路径记住 然后产生用快照产生新的这个券的id记住 你要把老的这个券卸下来 然后把你的新的券 插上去 按照这个路径插上去就OK 这就是 快照 快照的操作 确实是 很烦人 但是是好死的 好死的 确实是挺烦人的 好那么我们这个快照的操作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咱们就结束了 本期进化论 希望 最后我在春节前应该不会再做进化论了 祝大家 新年快乐 啊